你希望自己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也很大 这个问题好像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人问我 我不知道是对我好奇 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你的回答是什么呢 顺其自然吧 其实我没有办法去预料或者预期 未来的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我觉得我不会讨厌它 就很多人之前我记得有一个领导会说 他说你们将来一定会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 但有一天我在职场上 然后也是升了职 甚至基本跟他评级的时候 然后我告诉他 我说其实我想回答一下 你曾经说过的那个问题 我说我并没有活成那个我讨厌的人 我还蛮喜欢现在的自己的 我更喜欢三十岁的自己 其实我以前没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很喜欢二十岁的自己 我觉得校园里的自己 天真 无邪 然后很有冲劲 特别有生命力 所有的事情都是冲在前面 勇往之前的 但是我现在更喜欢三十岁的自己 我觉得更稳重了 更成熟 对 认知 格局都到了一定 是真的是必须要年龄 必须要阅历 你必须要经历 甚至必须你组建了家庭 你才可能会 体会得到 得到和改变 和体会得到的 对 所以 未来我应该会成为我喜欢的人 你对未来有信心吗 我对未来有信心啊 就是 活着 就要对未来有信心 因为 人间不值得嘛 就是你已经知道了 人间不值得 其实你才应该活得更值得 这样才有意思嘛 对 你现在大部分的这种时间是 花在哪里 花在手机上时间很多 因为学习 很多课件 APP 都要用手机来完成 或者用 iPad 用电脑来完成 所以手机时间还蛮多的 对 用手机除了就是 一个是学习 娱乐 你会看时政新闻和国家大事吗 这个 新闻联博就没有必要看了吧 哈哈 这个 嗯 我会看一些头条啊 或者 我比较喜欢 热搜 嗯 对 会经常看 看一些最近的热点 对 每天都会刷 但是 比如说时政啊 或者 国际啊 这种大事 我会从我老公的嘴里说 因为我们可能会翻墙去看 嗯 对 我关注一些 我们比较希望关注的是 真实的东西 嗯 对 我们更希望是 真实 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认知判断 而不是说媒体 而不是说键盘侠 自己去发现 对 而不是流量 告诉你 或者让你去干嘛 嗯 然后 蛮有意思的吧 偶尔翻墙看看 游戏比赛 对 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喜欢看 一般看什么类型的书籍 嗯 逻辑比较强的 嗯 心理学的 比较偏多 因为自己也在学心理学的课程 嗯 你觉得就是在你看过的这些书啊 或者是这种影视作品当中 有没有哪一步啊 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盗梦空间 为什么呢 嗯 就是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的电影 然后我看了无数遍 真的是无数遍 我觉得哎 他就是我喜欢逻辑感很强的 然后是那种你猜不到 你永远猜不到结局 嗯 你猜到了结局 它可能是开放的 它值得你不断不断的回味 主要是给你带来了娱乐 嗯 我觉得 是深入的思考 思考哪方面呢 人性 因为 盗梦空间其实就是不断的梦境 叙叙假假 真真是谁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回归到人性这个话题 因为心理学很多也是通过人性 你才能够去判断 能够去总结 能够去反思 能够去治愈吗 你觉得它对你的生活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就有一些影响吗 或者说有一些作用吗 我更喜欢做梦了吧 对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做梦的人 就是我的思维很跳跃 我老公经常说我 你的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 我说我的脑子里 现在可能是两部宫廷大戏 同时在上演 对 你怎么看到金钱呢 嗯 我以前的时候 我很在意金钱 我觉得 可能是对金钱的有一定的不安全感吧 然后我需要渴望 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来获得金钱 然后满足很多自己的需求 物质的 其实很多精神需求也是要通过金钱才能够满足的 比如说我喜欢读书 然后看很多的东西 学很多的课程 那现在我觉得钱是什么 是必要的 但不必把它当成 唯一 就是我觉得 慢慢再看淡一点吧 我觉得 所有的东西都不如 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个愉悦的 或者健康的精神 还有愉悦的心情重要 但你说这些 能离开钱吗 离不开 如果说你有足够多的钱 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开学校 开 第一个是开 我自己有 独立品牌 有中国 符合中国 学钱 教育 孩子真正能够 学到东西和发展的 这样的藻教 因为我一开始想要 考华师大学生教育 包括我一直喜欢教育学 我其实 还是有点私心的 我就觉得 目前我们的藻教市场 包括很多教育机构 包括很多是 远远不完善的 不够的 不断地我们再去引进 那么我们本土的 自主研发的 符合我们孩子真正 身心健康的 而不是只是成绩 没有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挺难过的一件事情 但是 日本啊 韩国啊 新加坡啊 美国啊 欧美这些 就是发展的很好 比如说他们学校里 那会有各种各样的课程 射箭课 游泳课 消防课 我们就是 可能你上了高中 甚至上了大学 你才有一个 拉出去了 然后大家都在那闲扯 体能控制 对 就是 没有这些 而且我们觉得 我觉得户外的也太少了 我们孩子每天在这种压力下去抢占那些很少的资源 然后 那是不是教育者本身就出了问题呢 独立的 完整的 健康的 人格 一个社会人 对吗 但现在这样的 我觉得 欠缺很多 比较功利 对 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 赚钱嘛 就是说了嘛 孩子和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 所以就是真正 出发去帮助一个孩子 影响他一生 我们都有过曾经的童年 都有过很好的老师 对吗 也有过你很讨厌的老师 那你一定会感谢曾经帮助过你的那位老师 或者那件事情的经历真的会影响你一辈子 甚至在你非常需要很绝望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股力量 能够指引你 鼓励你 让你获得哪怕是生的希望 或者克服困难的勇气 哪怕你也荒唐一笑 我觉得对你有好的积极的影响的都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现在 就是教育很多问题这么严重 虐待的 然后素质教育的压力的 跳楼的 甚至是什么受贿的 甚至还有性侵的 我觉得真的我们应该发动大家去提案 真正去健全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甚至是人类它能够进步的根源是什么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是不可能有艺术 对吗 不可能有科技 不可能有任何一切的 它是根基 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应该重视起来 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没有钱的话 你会尝试着去做吗 也会 因为就很简单 我一直做教育行业 其实就是想去用很微薄的力量去能够影响或者改变一些人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完美的 我也有过错路 我也没有完全的帮助过谁 但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一定会帮助过谁 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